我的老家,一个奶奶被一直住的地方,一个蕴藏着历史没有被开发的地方,一个满是大西北厚重粗犷的地方,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。 目前整个村子有一百人,我把我的记忆,老家的东西进行搜集,这是最具代表性的黄土,黄山,人们一直依赖它生存的地方。 盐棉板,黄色的,像棉花一样的东西,是一种矿木制石头,它是经高温烧制形成的纤维,用于盖房子的板子,这种材料有防火,保温的作用,可以用来作为激励材料。 三壳板,也是一种用于盖房子的材料,由于没有保温作用,所以就废弃了。 经过长时间的日晒,它已经破碎,裂开,产生很漂亮的基礼。 玉米灰,是玉米棒烧成的灰烬,用来作肥料,把它撒在上面,可以防止老鼠等动物食用。 不同大小烧着的灰烬有不同质感的基礼。 制作基礼石膏板,先在容器里抹上,脱膜膏,然后倒入水。 放入石膏和基礼材料,用铲子铲平并进行调整,放置四天后凝固成形,取出石膏板,一个完整的石膏板就制作好了。 这族族贝贝生存的地方,很美,很浪漫,很安静,很祥和。 它蕴含着我身后的情感,和对这里满满的回忆。 刘雨药会并进行调整的地方。 喘巡下来的 curator。 刘雨药会并进行调整的地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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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